欢迎收看世界翻转中 我是谷彩燕 台湾人有多爱吃海鲜 根据联合国统计 国人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吃掉34公斤 但是海洋资源并非取之不竭 吃海鲜我们有更永续的管道 渔业署还有海域基金会 共同推出了永续海鲜政政 从四大面向评比 包括像是保护海洋资源 有效管理渔业等等 然后分等级发给永续标章 南方澳友船队 现在已经获得了经级标章 拍摄这天是东北季风暴到首日 风浪不平静 少有渔船出海 按上宣导工作人不停歇 有啦 用渔船 有有过有过 你就记得抱软的都不行 螃蟹小鱼一定公分数就要海放 台子上写着 禁止捕捞或持有体长50公分以下的 鬼头刀 违反规定可是要罚钱的 老一辈的船长其实就在讲 洗下的没空了 你会把未来抓掉 过去老一辈渔民叮嘱下一代 小只的鱼不要抓 不然会把未来的鱼抓完 而这个未来正是现在进行事 现在渔船量大概都比往常都减少 渔船量像我们在之前都是大概有八九万公段左右 现在大概都五六四五万公段左右 渔会倒出海洋资源急剧减少的现状 南方澳宿有轻鱼的故乡之称 丰富的渔业资源造就这里的繁华 然而过度捕捞加上气候变迁 轻鱼资源一度面临崩溃 毕竟是在传动这一边的 我可以看到另一边的报表 那会有地检 但是地检程度不一定 因为你知道天气的气候的变迁 导致海水温度上来 然后原本鱼群会聚集的地方 鱼群变比较不多 2001年南方澳花腹青 平均体长30公分 2012年缩短到25.7公分 代表鱼来不及长大就被抓捕 2013年订定青骚鱼业管理办法后 青鱼大小恢复水准 但到了2020年又长到26.9公分 老一边他们会讲说 以前鱼是两尾斤 什么意思 两条一斤 现在可能四块斤 四条才一斤 这部分就 然后再来是 再结合刚刚的余货下降 这很明显的就已经传递出了 永续经营的中央性 就是你不能过度补牢 他们资历的规范就是 他们每年的六月就办理休矣 产暖期的时候 他们也自主性的休矣 所以一年当中有自主性的休矣 大概有五十天 为了能永续发展 渔民一年休矣两次 也不止青鱼 各种不同海鲜都面临减产危机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国人每人每年平均吃下34公斤海鲜 居全球第四 高于国际平均值一倍多 过去数十年间 有20种鱼类的鱼获量锐减 比起80年代减少超过90% 其实台湾的鱼类少了很多 都是往下掉 你如果把那个鱼联包的统计数字 过去这四五十年来的产量产值 你把它化成趋势图的话 你大概都看到 基本上都是往下掉的 太多了 不胜列举 台湾人很喜欢吃海鲜 但是我们真的有 无止境的海鲜可以吃吗 根据科学期刊过去的预测 如果人类不改变 使用海洋资源的方式 到了2048年 海中将会没有野生鱼类 所以永续海鲜的概念就很重要 所谓永续海鲜 就是希望人类用有智慧的方式 来使用海洋资源 透过对海洋环境友善的方式 进行捕捞 这时候永续海鲜的标章 认证就很重要 同时也需要民众 对于永续渔业的支持 像这个青鱼 它这边有贴一个海洋资星的荆棘 那像这一个白蛋鱼 它有贴一个海洋资星的营集 全球已发展出超过100种永续海鲜标章 渔业属于海鱼基金会共同推动 海洋资星生态标章 从管理 生产 消费 教育 强化永续海鲜运动 永续海鲜其实我们用白话文来说 就是希望泥泥有鱼 泥泥有鱼听起来很抽象 那其实简单说 就是我们希望以目前的捕鱼的方法 然后还有渔业管理的模式 在25年之后我们的下一代 一样可以吃到这么美好的鱼 一样的鱼货量 一样的品质 确保渔群永续 保护海洋环境 有效渔业管理 与企业社会责任四大面向评分 65分以上获得经级标章 50到64分获得友善标章 透过与大卖场合作 永续海鲜的概念逐渐被推广 包括这架上当日现做的便当 青鱼便当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合作 海鲜区也能看到盖上标章的竹甲鱼 青鱼罐头也在不同的通路贩售 在食物转型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食物议题 但是其中有一个是很多台湾人 很少在注意的叫做永续海洋的一个议题 所以其实在台湾要找那些永续海鲜 其实很不容易的 永续海鲜的部分除了滥捕之外 其实我们甚至包含鱼工福利 也都应该是被考量在其中的 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大家 在提醒大家 就在买这些海鲜吃的时候 其实除了关注它好不好吃之外 其实更应该关心环境的一些议题 只是要让消费者买单 在购物前有意识的选择永续海鲜 需要长期沟通 如果说它只是挑它自己喜欢吃的 而且都要吃稀有的 很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的情况 很多的鱼 它20年前很多 那现在几乎都快没了 那或是以前的螃蟹 我都说很大只 现在螃蟹很小只 对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那这情况是在过去20年 其实全球都急速的 海洋资源是恶化的 研究鱼类超过50年的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荣誉研究员邵广招 编定台湾海鲜选择指南 帮助民众在挑选海鲜时 能有所依据 我们尽量在选择我们的海鲜的时候 要能够注意哪些是数量很多的 或者哪些数量已经变少了 或者现在建议大家不应该去吃的 所以跟着国际上的一些分离规范 我们就把它分成红灯 黄灯 绿灯 其实海洋保育方法很多了 我们过去如果抓鱼抓太多 那当然应该要少抓一点 要限制嘛 要慢慢地抓 那但是不太容易 大家知道这个 有时候里面就是希望能够多抓鱼嘛 多赚钱 大家都常常说 我们有很多的海鲜文化 但是我们却没有海洋的文化 如果大家希望年年都有鱼吃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应该一起来重视 这个永续渔业的问题 海洋资源并非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未来某一天 海洋会不会真的变得沉寂无声 每一次的购买 都在为明天投下关键一票 TVB的新闻 陈欧翔网会与台北宜兰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有继续渡